第一,在司法機關討論立法懸議,除非是控辯雙方認為有立法懸議的爭論 這樣才行,法官是不可以無端端審查案 就說,我現在覺得基本法是怎樣說 即是做人有些常識,是不會的,法官也不會拿案來審 也不會你沒有爭論他在說的 所以,如果在最低層的裁判法院,如果有個人爭論這些事 當然,法官要盡他的能力去做 其實我贏了那宗官司的,就是民間電台 不過,政府謀就立即要人們覆核他的判決 然後申請禁制令,又是濫用禁制令,我就描述法庭了 所以,蔣議員,你不用怕,是有得爭論的 爭論完之後,是否上訴,是另一回事 或者,那位法官做了一個,因為有基本法的條文的解釋 是常有的,不用怕 我同意你的說法 所以,那就是法律援助署的問題 就是法律援助署應該,將這些憲法性爭論的法律製作 那個門檻皇帝,我就遭受這件事了 我每次爭論這些,就說,梁議員,不好意思 你勝算不高,你這個爭論的事情是,你有人工,不好意思 我爭論那些是全香港人有關係 那就是法律的問題 就不是司法的問題,做人就分清楚 周浩鼎,你制止一下他 真是老實說,不知道說什麼 第二 我叫他制止一下你而已 他可以不制止的嘛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卡卡說這個法律 我們有的嘛 我們去到這個基本法的規定裏面 這個終審法院在做一個 跟香港,即是 跟外地的關係影響攸關的時候 他做一個終審的裁決的時候 覺得不適妥事才要求釋法的嘛 是不是啊 就這個範圍 至於說基本法 這麼繁複 那怎樣叫法官去做呢 我已經說了專職化了 你一定是專職化,沒有可能有別的做法 你專職化才有機會 去由一套人去審 去做這件事 是無可避免的 如果你說要拿資源這樣做 我當然是給你做啦 好過什麼基本法 即是經常有立法原意的 現在 吵吵閉 有什麼基本法研究委員會啊 有什麼廣告研究委員會啊 那些全部都是垃圾來的 只有一個叫基本法委員會 他就會解釋的 那蔣麗芸這麼愛國愛港 對基本法這麼大認識 又不知道有這件事 他在說什麼 浪費我們的時間 習近平一走了 就亂說話 習近平叫你們準確地去瞭解 連條文不懂 機制不懂 現實不懂 做一個立法會議員在亂說 梁議員 我剛才說了討論立法會議員已經足夠了 我現在的問題 你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應該加強法援和法院的建設 即使將來加強了之後 我是受害者 我絕對不相信一個政府是頂不住法院 它是永遠動的機器 法院是一部被動的機器 我更加一個 在一個永遠動的機器底下的一個小市民 現在不是議員的啦 拉就是拉一個小市民 不是拉我 不是拉一個honorable的人啦 我認為 我覺得是 我就給錢他啦 他快拿一張清單來 我絕對給錢你們 不是只建法院大樓 法院大樓 這麼危惡幹什麼呢